一个别下雨 这边可以下雨 但是不要有雨伞 试试 还是暴露 这个衣服弄湿了就会暴露 这个门口是一个 尤其是家里心情不好 我查门口啊 其实 这边呢 不定定了 我送你去吧 不过有伞 它巨蟹手里的伞 都是优务勉强的笑容 静静的坐着墨城市了 王老师还有一对年轻群 这样的话它至少是安全了 有伞就好是吧 就差一个了 就差一个了 先 先 先看一遍 先 先 先看一遍 这个试过了 这个试过了 是否仍然会上座 摆成像的 你先看一遍 我这的试过很多 shoulder 真的是 这样的路程 åå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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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伞不能在右边吧 伞在右边就那个什么了 他那个伞是什么武器是吧 看看这样 还是提醒我在医院里 还是逃不开那些 他画的画都很棒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 住在一个大房子里 房子大到我常常找不到爸爸在哪 小学时我们搬到了一间公寓里 我和爸爸常常在晚上玩丢枕头的游戏 中学时我们搬到了一个房间里 房间大部分地方都对满了他的画 其他地方就放一些简单的家具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打地铺 因为地方实在太小了 好几次我早上起来 都发现自己滚到了爸爸的被窝里 虽然生活有些拮据 但是我觉得很幸福 爸爸开始接触越来越多的稿子 接越来越多稿 但是大部分都不像他以前的风格 他也出门摆摊给人画像 有时我睡着了他都没回来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多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爸爸开始喝酒 他出门的时间越来越少 笑得也越来越少 他还常常把自己的画撕掉 那天爸爸一早起来就看 就一边看网球比赛一边喝酒 空灌摆了一满桌 他的胃不太好 这么喝下去身体只会越来越差 我和他大吵了一架 我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 也从来没有见过爸爸那么生气的样子 但是无论我对他说什么 做什么 我都不应该说出那句话 爸爸我讨厌你 结果那成了我对爸爸的最后一句话 那天我放学回家后 电视还开着和早上一样的频道 正播着广告 地上颜料撒得到处都是 爸爸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我站在急诊室的角落里 看着爸爸的脸上盖上的白布 没有任何抢救措施 死这个字 那时离我的世界还太过遥远 以至于我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我呆呆地坐在医院的长椅上 直到一个医生在我面前蹲下 叫了我的名字 我才终于哭了出来 大声地哭了出来 爸爸我爱你 但是他再也听不到了 不知道我是从回忆到哪里开始 回忆到哪里醒来的 噩梦与现实的界限 已经被泪水模糊成了一片 我坐在病床上大声地哭着 如果那一切真的只是噩梦 该有多好 一切散发出颜料味的 一切散发出颜料味的蓝色呃 蓝色皱外套轻轻地披到我的肩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进来的她 什么都没问 只轻轻揽住我的肩膀 陪我坐着 直到天亮 水溅到了我的衣服上 腹部的黑色龙纹身 渗透了我的衬衫 若隐若现 我低下头正准备跟客人道歉 看到她手中的长柄雨伞 顿时一样 顿声一样的感觉 外面可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她是来找我的 我一个翻身跳进吧台 摸出瞒着老板娘 藏在那里的手枪 吧台外 枪声响起的同时 震耳欲聋 店里的墙壁上 布满了线弹枪的弹痕 老板娘趴在时尚杂志上 假睫毛已经歪得不成样子 睫毛下边 原本是左眼眼球的位置 只下一个血色的洞 我从吧台后起身 将枪口对准不善的来客 脸上汗泪妆血全混在了一起 卫生间响起冲水的声音 轮被悄悄打开的同时 一根银色的细线 从蒙粪钻出 掀我的子弹一步 贯穿胡子男的眉心 随后化为一根金属针 钉在了门口的 今日推荐菜单上 戴帽子的客人 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 从里面优雅地走出 奇妙的客人 带着他的黄色杂志 留下了一张设计简单 但内容古怪的名片 白色的布纸上 用黑体印着起行字 足骨 职业杀手 业务联系请发简讯 是9996668888 居然S 老板娘居然死 老板娘都死了 老板娘死了 没问题吗 哇好多心 老天爷 请赐与我勇气 对啊 难道是杨老师 好想再见他一面 好想再见他一面 对啊 亚历克西 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 还第一次见到了 黑掉的信件 那就由我来说明一下吧 信件变成黑色 意外着这个事件 事件的前提消失了 所以黑色代表 这件事没有发生 眼下卡洛斯身上 发生的这种情况 可能是因为发生在 其他人身上的 身上的变化导致的 简单一点来考虑的话 可能是因为他的姐姐 你的意思是 发生在他姐姐身上的事件 会影响卡洛斯的经历 是的 但是从之前的信件来看 他们两人的时间 好像是不一样的 姐姐明明 姐姐明明比弟弟大九岁 但是他的第一封信 都是写给他18岁的时候 正是因为这样 发生在姐姐身上的事 才会影响到弟弟 对于弟弟来说 现在发生在姐姐身上的事 是发生在过去的 嗯 有道理 另外变成黑色的信件 我们也是没办法处理的 所以你看和他连在的 另一份信 会变成锁住的状态 信件被锁住 就代表着和他相连的信件 变成了未发生的事情 如果遇到被锁的信件 就去查看 与他相连的信件状态吧 对于黑色的信件 我们只要点击他 可是是可以 获取一些线索的 这就是黑色的线框 与虚线相连的信件 就令他变成黑色的原因所在 可以先从这些信件入手 哦 明白了 那我这就去试试 等等 这里还有个小东西 要交给你 卡洛斯上一次发生的事件 你还记得吗 哦 我记得他是把叶子 送到拍卖行 在那里发生的事吧 嗯 对 那你还记得 你为他选择的结局是什么吗 当然是把叶子救出去 然后也成功地逃走了呢 然后呢 然后 哦 好像他被警察带走了 对 你可以现在再去看看 因为受到某个事件的影响 那个结局也许也发生了改变 你是说信件中 即使是在相同的结局里 文字也有可能会随时 随时变化吗 是的 不仅在结局里 也有时也会发生在 非结局的部分 这种情况虽然不多 不过如果能留意到的话 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有点厉害 这个游戏编这个剧好烧脑啊 脑洞太大了 哇 你看上面这一排人 哇 这最后是不是要把整个阶段要弄满啊 哇 哇 但是他后来消失 而且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 就这么一听阿丽加 他听说他后来死 是人的吧 原先是向那个老板娘打听的 现在变成了一个当班小哥 interesting 杀手先生看看 老板娘在香港没有亲人 我和几个老主顾 一起张罗了他的告别仪式 来参加的人并不多 但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哦 这个会不会后来就发展成 对于这个人来说 是一个完美的结局的时候 会让另外一个人变得很悲惨 这不是常识吗 对一个人来说 最好的结局可能会 为了让他最好的结局 可能会牺牲另外一个人的好 这很符合常识 但也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比如阿辉 从告别仪式开始到结束 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 假装彼此不认识 来参加仪式的人都以为 老板娘是被卷入客人之间的火病 发生意外丧生的 大家纷纷感叹他运气不好 只有我知道老板娘是怎么死的 是因为我 全是因为我 半个月后 我开始考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回墨西哥去 一家名字很有特点 价格也不便宜 在当地很有名的购物中心 这么久没有见卡洛斯 我想给他带件好点的礼物回去 但看那些高级的男款外套 我却不住叹气 这么多年没见 我不知道他现在穿什么尺码 就在我正拿着一件棕色外套 对着镜子往自己身上比划时 我又嗅到了危险的气味 不止来自一个人 西南角的电梯 西北角的特卖区 东南角休息区 卖撒尿牛丸的小吃摊 如果说我是个80分的杀手 他们大概在65分上下 但是寡不敌众 况且我的包里并没有逛街不许 包里并没有逛街不需要的匕首或者手枪 我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们 慢慢向东北角的安全通道走去 一路上尽量和其他客人挨得很近 然而安全通道也并不安全 唯一的深路就是向四层去 四层还在施工中满是胡乱堆放的建材 却碰巧一个工人都没有 留意到马路对面 大楼天台上正端着来福枪的同行后 我打消了从窗台直接翻出去的念头 安全通道里传来 安全通道里传出来 自不同斜码的刻意放轻的脚步声 我只好躲进一个堆满清洁工具的杂物间 丧气地坐在一个倒扣的水桶上 每次帮阿辉执行完任务 我都会做梦 问天自己人生最后的结局 直至至今为止 这样的梦已经做过几十次 眼下这种情况我毫不意外 鼻头有一点发酸 我伸手掏纸巾 伸手掏都想找张纸巾 却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 那张怎么看都很可疑的名片 999966668888 我带着半开玩笑的心态 发了条简讯过去 向杀手足骨先生请求救援 居然真的得到了回复 只是看起来像自动回复的讯息 我靠码只接收摩斯马 行事的简讯 还是说一下吧 摩斯马是一种通 是一种时通时段信号代码 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 可以代表不同的英文 字母数色符号 命名来源于它的发明者 最广为人知的摩斯马是SOS 因为好输入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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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908年被正式定为国际通用求救信号 SOS的字母组合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 也不是什么单词的缩写 只是它的编码组合在电报中是最容易发出的 以及辨识的电码 这一字也说了 您的文本内容不符合 请重新编辑发送 呵呵 还挺装模作样的 我是受过摩斯马训练的 只是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 让我想想应该是 SOS发送 随即我收到了新的讯息 ADS地址的标准缩写 是地址标准缩写 想知道我在哪 但是我没来得及输入这里详细地址 杂物间的门就被设成了码蜂窝 更不幸的是我还没有死 每天都有人在关着我的地下室里出入 怀着对我深深的恨意 换着花样折磨我 把指甲切手指脚趾 再用盐水泡 反正就是死了 叫阿仁的年轻人 在首页的时候 悄悄问我需不需要他 他帮我做什么 除了放走我和杀了我都可以 然后像我有个很傻的地 叫卡洛斯 如果哪一天你遇到他了 对他好一些 没错 我是没有资格向 资格向主寻求宽恕的人 我是注定要下地狱的事 摩斯玛 这可是人类发明出来 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A是B是C是 我这是在跟谁说话 嗯 嗯 看看哦 应该发什么地址 好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这个地址应该怎么说 我想看前面的文本的怎么就没有办法看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是什么 我想看前面的信息 但是我看不到啊 再看一遍 XAS 好 XAS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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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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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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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X和A反了 X和A反了 嗯 这样就行了 其实我并不指望它能来 怎么样 就算立马能赶到中心来 这里有10层 你还一层一层找到之后 我已经是一具死尸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结果我没有等来 那个叫足骨的男人 而是在杂物间 被隔着门被射成了马蜂窝 更不幸的是 我还没有死 还是不信 嗯 再看看啊 它应该是这个包括在其中了 我再看一下前面的信息 没有快速的情况 没有快速的情况 是不是 哪里在 princip stomach 看哪里 二人 四层 二人 四层 说就是 二人 是这个吗 四层应该是什么 F4 嗯 看看啊 点不够 四层这样四个点 四个点 X4 不是X4 正好六个点 没六个点 X是 X是这个 X4 还是不行 啊 这个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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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 发生了什么事 我拿开在怀里的拖把 推开杂物间的金属门 整个四层像是被战斗机轰炸过一样 地上几个没来得及躲过 这个是个摇控炸弹吗 对面楼的狙击手也已不知去向 我从四楼的窗台跳下 路边小滩顺了一件山帽 然后沿着一条最安全的路线 回到重庆大厦 香港重庆大厦 位于香港九龙尖 九龙尖沙祖谜 顿道 3644号 由1961年建成 重庆大厦是一座 有很多廉价 宾馆商店 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综合性大楼 住在这个商 这里的商户 来自于印度 巴基斯坦等 南亚地区 以及不同的非洲国家 美国时代杂志评论这里 最能反映香港多元文化特色的地方 也是背包留客在香港住宿的首选地 重庆大厦 曾被人誉为龙舌混杂 九反之地 2004年历史改造后 治安得到了明显改善 著名电影导演王家卫 曾在1994年 以此地为主要拍摄地点 拍摄电影《重庆森林》 打开房门看到的是一本黄色杂志 你这是私闯民宅 nonnonnon 我只是在好朋友的家里看书而已 谁跟你是好朋友 还在门外 持就 察觉到不速之客 正坐在我的床上 手上拿着一本 已经过期三个月的黄色杂志 略带深意的校长 那你要不要考虑做我的好朋友 嗯? 准确点说做我的合作伙伴 不了 我打算离开香港 我好想回墨西哥 好想见卡洛斯 一不 手机抛了过来 结果屏幕上显示了一串名单 每个人都有照片 名字后面还揭了一大串的数字 而我就排在第八 后面的数字看起来很可以 各十百千万十万 两百万美元 还不错的数字吧 还有亲人吗 有的话记得趁早断绝关系哦 我把手机还给他 看着他叹了口气 为什么不杀了我 你还欠我火箭筒的钱呢 我的火箭筒可是很贵的 两百万可不够 火箭筒 简称RPG 一种可以发射火箭弹的便携式反坦克武器 其远程发射的火箭弹 可对一定范围内的物体造成巨大伤害 因此作为一种投掷类物 爆炸式武器 攻击时尽量瞄准墙壁地面车身造成巨大区域爆炸性伤害 而非火箭本身穿透性伤害 目前大众群体知名度高的当属RPG7 400毫米的火箭筒代号RPG7 由前苏联20世纪50年代末年制成 并延续至今 RPG打直升机 胡扯 我没有跟你说过 你很无聊 好了好了 其实是因为这个 他撩起衣袖 肌肉隆起的大臂上 纹着一个小白兔 小白兔举萝卜的图案 其实 这其实是一个数字 你看它像什么 兔子弯曲的耳朵伸出身体的长萝卜 还有大脚 是阿拉伯数字3 你身上也有类似的东西吧 我下意识地 有一个纹 同样有一个纹饰的位置 那个龙的图案不用看 我也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一个阿拉伯数字 是6 足不走 我将重要的东西 全收集到一个小行李 把身上最后剩下的钱 拖人匿名寄回了墨西哥的大山里 从此以后我将不再写信 我的钱包里只剩一张名片 设计简单但内容古怪 白色的布置上没有黑体印的几行字 足鬼 杀手经纪人 应聘请发送是999988886666 机密探源还行 哇 有点厉害哦 发生了什么事 特想知道 我坐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唯一一个上铺 唯一一张上铺的下铺上 这个问题什么意思 我坐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 唯一的一张上铺 一张上下铺的下铺上 抱着头思考着 此刻最困扰我的问题 为什么我会被抓进监狱 前两天两个警察在街上逮捕了我 然后我就坐上了警车 直接被送到了这个香港中央监狱 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 只要我不听他的话 他们就打我 然后我就直接把我丢进了这个空房间 房间里只有一张上下铺 一张木桌 一个洗手池 以及一个马桶 连窗户都没有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牢房吧 28号牢房 开门 毛 房 房门 房门被从外面打开 有人要进来 对了 这一定是阿仁他们跟我开的玩笑 也许他们只是想吓吓我 他们一定马上就会来接我出去了 然而我走进屋里 却是一个 脸比墙白 嘴比雪红 穿着奇怪长袍的 是鬼啊 我从小就害怕这种东西 吓得一下钻进被子里 饿不住发疼 出来 你的床边上 你的床在上边 真是脏死 被子外面传来声音清晰的说话声 听起来竟像是人类 我站在一旁 看着这个刚进来的人更衣洗脸 就像是在他自己家似的 洗漱完之后 恶鬼竟变成了一张梳的娃娃头 相貌秀气的小个子青年 原来他是我的师友 叫银 虽然我们才刚刚认识 但银是个很容易亲近的人 他毫无保留的告诉我自己进来这里的原因 银是日本人 他有个相爱多年的中国女友 只是女友家里很有权势 一直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但是他们还是瞒着长辈 常常飞跃大洋 彼此相见 眼见绝无被长辈祝福的希望后 他们最后决定私奔 然而就在他们做好一切准备的时候 女孩被卷入了一场意外死了 银伤心欲绝 远在日本的他 甚至连恋人失去 连去世的真正原因都不能得知 于是他来到香港 与他认识的那些女孩的亲人朋友见面 寻找线索 应该不是老板吧 苍天不复有心人 他终于知道杀死他恋人的凶手 是他家族中的一个亲戚 他的恋人只是这场势力斗争中的一个牺牲品 银下定决心复仇 但是他无权无事想要报仇 就只有借助他人之手 这时候他想起以前在日本曾经结识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杀手 那个人的做事手法多变 被一些人认识的人 认识的人 被一些认识他的人 喊作魔术师 他有个怪癖 喜欢看过期的黄色杂志 银打探到 正巧那个人现在也正在香港 但是想要勾勾他行凶 就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于是银想 开始想办法在香港赚钱 有时也免不了做一些违法的事 结果一次不小心就被抓进了大牢 但即使进了牢狱 他也没有停止 在牢狱里与龙蛇混杂 有权有势的不光是狱警 典狱长 就连囚犯也保不起 哪一个背后依着不可小觑的势力 为了赚钱 银拼命地周全于这些人其中 什么都愿意干 和囚犯交易伪敬品 交易情报 赌博 向狱警 献殷勤 卖艺有时甚至还必须卖出自己的身体 银说自己 自己要能复仇 他不在乎自己变成什么样 说到这里他跟噎了起来 我听了之后好生气 对银是佩服又同情 设身处地地想 如果我是他 恐怕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份上 只可惜 进来的时候身上只有几百块钱 眼下我也只能帮他这么多了 当时的我 相信了银说的每一句话 第二天午饭时间 我被一群人无情地嘲笑了 你小子应该庆幸自己 当时身上只有几百块 果然上了当 果然上当了 我说什么来着 快一百块拿来 这次他又编了什么故事 父母双王 不过银的话 其实也不算全假 听说咱们这个狱警 十个里有九个都跟他玩过 哈哈 我气得扔下勺子 跑回牢房 银正盘坐在床上 用扑克牌搭着金字塔 你这个骗子把我的钱还给我 你没有理会我 专注地将两张扑克牌放 放上了金字塔端 他的膝盖旁放着一台迷你电视机 正播着一档日本的综艺节目 仿佛是在嘲笑我一般 正巧那里面传出了几个人的哈哈大笑声 我啪的一声关掉电视 你 你就是个变态 我气得把他从床上揪下来 扑克牌的金字塔轰然倒塌 散了成一地纸片 门口开始聚集起围观的好事者 一个又高又壮的狱警闯进来 我对他有些印象 我进来的时候就是他带我去拍照 还有检查随身物品的 好像是个英国人 别人都叫他摩根 我正要向摩根控诉 就被摩根朝脸上狠狠揍了一 揍了一拳 您说的话至少一部分是正确的 在这里每个人背后 都可能依附着不可想去的实力 诶 我怎么这么倒霉 进监狱不说 还掺上这么一个混账室友 叔啊 难道这也是给我的考验 9年 X人生 9年 并不算很长的时间 但当我从机舱窗口 扶揽 香港岛 闪过脑海 只有关于这个城市散 散碎的回忆碎片 回忆在香港 对于在香港的回忆 只模模糊糊 剩下了一家名为 封的咖啡馆 然而当我千心万恐找到封 却发现那里已经变成一间房产中介 在街坊之间打听 才知道 咖啡馆的老板娘出了意外去世了 听说 有几个交情很好的老主顾 本想继续经营下去 只可惜房东没有同意 我失去了停留在这道城市的意义 虽然有些失落 但与其漫无目的地继续游荡 不如早些回到英国去 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不太稳定 如果在这边犯了病 远在英国的医生朋友也帮不了我 比如刚才 不 准确的来说 也不知道刚才是多久之前 咳咳 印象之中那个晴朗的夜晚 我拉 我正拉紧风衣 走出原本 镜头是风的小巷子 巷子很暗 只照 只照尽其白的月光 我无意地抬头看看月亮 感觉它越发惨白刺眼 随着一阵耳鸣 我的意识断片了 等我再次恢复知觉的时候 正躺坐 躺在角落酒店 正躺在落脚酒店的房间里 柔软的大床的另一半 躺着一个胡子拉叉 头发半长的男人 毫无分度地打着呼噜 这家伙是谁 是他送我回来的 他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我紧张地 紧张地在他的行李里 翻找着 除了一些生活用品 相机 还发现了一本 护照和工作证件 原来他是韩国来的游客 还是个警察 嗯 也许这家伙 只是路边时宜的好人吧 平复心情后 我才发现 自己身上竟然还穿着 上次外出时的衣服 有不上的褶皱 以及粘到床上的细菌 令我颇为不快 但是在他离开之前的 叫的房间服务 都是徒劳 我只能暂时 在他离开之前 叫房间服务都是徒劳 我只能暂时忍受 我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来到屋外 深深地陷入松软的沙发里 床上的电子时钟显示 现在是星期二的晚上 不到十点 我决定在他醒来之前想一些事情 我曾经想要成为一名医生 但后来我没有 因为我在自学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患一种很严重的疾病 选择性认知障碍 是遗传的 这种病 这种病的病患 为了自身的心理需求 会将某些人或是选择性的认知 选择性的错误认知记忆 并记忆 简单来说 就是他们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捏造记忆 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得了这种病的时候 我也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拥有的记忆 可能并不完全是真实的 我很恐惧 因为我没有办法停止自己对记忆真相的猜测 当时我在英国 有一个朋友是心理医生 他帮我做了一个催眠治疗 这种治疗可以让我忘却那些不快的回忆 治疗结束后 他说我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之后我过了几年轻松愉快的生活 却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我回忆不起自己父亲的样貌 也想不起自己家在哪儿 更严重的是近两年时间 时不时的会有些支离破碎的恐怖画面浮现在我眼前 令我难受到想要呕吐 有时还会慕名晕倒 朋友说有可能是催眠术失效了 也有可能是我的病情恶化了 无论如何 我们计划等我结束了这次旅程回到英国后 再做一次催眠 我盯着沙发正对着电视机 浑身突然不寒而立 剧烈的悬云和耳鸣中 毫无真实感的画面如潮鼠潮水般流过 我能感觉到在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正在裂开 浓稠的腐臭的深不可测的黑暗破壳而出 我又发作了 我紧紧抱住自己 感觉自己快要失控了 旁边的小桌上放着一把水果刀 没有画面的电视里映出了我的身影 我的脸与那些血腥影像中的一部分 慢慢的重叠了起来 来不及了 想起来了 我竟然全部想起来了 父亲的样子 家里的样子 还有我那血腥的童年 耳鸣和悬晕化为剧痛 压迫着我每一根脆弱的神经 这些血腥的回忆 以及它可能意味着的残酷真相 不停的将我推向理智崩溃的边缘 当我站到了那条线上时 我的病会再次帮我做出选择 而那时历史将会再次重演 我不想成为一个令自己作偶的人 我不想 我不能 我不拒绝 我 我要阻止我自己 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向自己的喉咙刺下 角度和深度都是完美的 我不会给自己留下任何机会 再见了爸爸 妈妈 还有这个世界 希望下辈子的我 还是个健康的孩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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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胜利的人必不是我 黑色的枪口 对中我左侧的太阳穴 虽然有刚才那个人的外貌 但却也是绝对不同的 另外一个人 另一种东西 好吧 江组长 你怎么大老远袍的香港来了 就无辜的躺在房间的角落 那还问我还在什么心 哈哈活该 做了别的牢房 那晚上很安静也很冷静 从他救下来 那时候比上他稀嫩的脖子 那叫他霍远挡地伞的声音 我就是想吓吓他而已 没想到这招真管有 你说明天会还我钱 结果到第二天 我一块钱也没进着 反而被换了间牢房 换牢房后 我发现自己的饭票 不一而飞了 用于兑换食物的票证 中国最早的粮票是 1953年11月 在北京发行的面粉购买证 面值通过重量界定 例如半两 一两 二里金等 在包括粮票在内的各种 票证流通期间 常常发生亏示交易 被发现者进 轻则行政拘留 重则判有期徒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曾有人因为饥饿 划粮票而被治罪 1992年11月 粮票被正式废除 现今粮票不再具有流通功能 但具有相当的收藏价值 常见的粮票市价 从几百元到几千元 不等 稀有的粮票 最高价值可几百万元 现在所说的饭票是指 机构私自印刷的 非通用时评 兑换券 由于饭票一般限量发行 无法兑换 一师不比 因此在一些场合下 饭票的数量 多少可以代表其地位高低 发生纠纷 或者需要补助时 没有一张是饭票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就两张 这什么梗 或者 球服被扔进马桶里 上面还粘着屎 但是 新室友是个超级大的大块头 我也不敢对他有什么意见 那之后 银一直没有把钱还给我 但我居然开始有点想念他 属于我慢慢重叠的起来 来不及了 想起来了 我竟然全部想起来了 有一个神经 你 你不关电视吗 没关上烧 电视里那个CSD里的女人大喊 变态的画面仍残留在我的视网膜上 为什么我会对这个词的反应这么大 模糊的影像在我脑中不断地串联起了 其中一部分变得清晰 没有开灯的房间里 一个像是医生的男人 还有孩童时期的我 他是个变态没错 但我也是个变态 所以当我们相遇 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我感觉自己好像变得哪里不一样了 感觉非常不错 就好像一群人在封闭的空间 已忍耐着一个抽烟的人很久 而这个人突然被凭空出现的 雨时砸死一般上 畅快 我离开酒店 走在街道的正中央 沐浴着惨白的月光 小时候的我曾相信神的存在 但是如果它真的存在 我身上就不会发生那些事了 人们需要的其实不是神 而是一把匕首 我决定留在香港 因为这里一定有不少人 需要我手里的这把匕首 这是我今年负责的最后一场模拟考试 再接下来 我带着这个班的学生就要面临真正的高考了 一想到这里我就不由自主地松口气 那么班主任最不省心的就是带高三这一年 时间紧任务重 更麻烦的是要时刻看着这群正处于快逐期的半大小子 就算他们中有的年龄已经到18了 但心智上其实还都是孩子 在我们那时候只听过早恋 见都没见过几个 现在早恋的说法倒不太兴起了 可又冒出三角恋 同性恋 师生恋 还有人寿恋 我已经猜不透这些小家伙的脑袋里的东西了 只求他们统统顺利毕业 给我留个还过得去的升学率吧 等高考结束 我可得给自己好好放个假 卷子发完 确保人手一张 铃声响后 我巡视了一圈 回到讲台后边 讲台边上 回到讲台边上 在椅子上坐下 不知道是因为累了 还是岁数大了 最近总觉得自己越发不耐久战 空气很闷热 窗外的缠声大的刺 我向窗外开始发呆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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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谁 很大声的咳嗽了一下 我回过神来 李文看上去有点紧张 眼神游移不定 很少有学生能意识到老师 讲台视野有多好 我没有直接过去 而是起身走出教室 再从后门慢慢绕到他背后 没想到他正在偷看记载的卷子 我留下一张字条 我约了李文放学后在辅导室间 当然是为了作弊的事 我不打算把这件事 是报到学校去 我从他初一时就开始教他 他家里出过不少事 所以我额外关照他 虽然成绩平平 但人品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他不是那种学生 李文还没有来 我站在窗前看着操场 逐渐被阴云笼罩 夜里会下雨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蚊子 那也是一个下雨的晚上 他约我在一个 蚊子是指那个谁吧 蚊 蚊 蚊人 他约我在一个咖啡馆里见面 他跟我说他得了癌症 可能日子不长了 他决定离开学校 离开北京 可能还会离开中国 他希望我帮他保密 如果可能的话 也帮他料理后事 接下来的对话 我只问了他之后的计划 然后联系了自己认识的医生 看看有没有比较可行的治疗方案 后来他说晚上有事 我看着他的背影离我远去 在他脚后踏出咖啡店的瞬间 我趴在桌上哭了 我总是那么自说自话 我总是只看着他的背影 小时候我和他家是对门 所以从开始计市起 我们就认识了 在幼儿园里 他总是自己一个人玩 但他不是那种会被欺负的孩子 他只是和同龄人的想法不一样罢了 后来我们念了相同的小学 相同的中学 相同的大学 无论到哪 他都是最优秀的那个 而我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为傲 大学毕业 他出国留学 我开始工作 我内心里是想和他一起去的 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并不足以让我说出这个想法 于是我们分开了 我们之间的联系 也从他在外国交的女朋友后 渐渐减少 再次在国外见到他时 已是多半年 多年以后 他失去了自己的未婚妻 也失去了昔日的神采 生活变成了一团糟 我忐忑地说出 让他来我们学校教课的建议 他 当他答应说 会来的时候 我真的很高兴 内心有某种东西再度绽放 然而我们之间的关系 总是仅此而已 无话不谈的青梅竹马 却永远无法成为恋人 我不敢告诉他 如果我说了 可能连我们原本的关系也会失去 我想要一直在他身边陪他说陪他笑 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句像魔咒一样的话语 在心底沉得越来越深 然而魔力却没有减弱 越来越无法开口 渐渐地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傻瓜一样 无药可救 李文来了 我没有 我没有问他作弊的原因 而是直接决定让他参加急速补习 无论他是因为做什么作弊 补习总是没有坏处的 我突然意识到我又在自说自话了 我明明可以问他为什么要作弊 也许我一辈子都无法改变自己 对不对 这个肯定是 你一定把我当成情敌了 你一定想整我 离高考不到只有20天的时间 就算平时再怎么不爱学习 到这个关头 还是会被紧张的气氛所感染 最近我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求偿也去了少了 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三摩的日子 高考迫在眉睫 学校也很紧张 据说如果三摩没考好 等他 等着他的将会是连夜的留校不息 直到高考前的最后两天为止 午休时间 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问着最后一遍洗踢机 我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是阿基 爆炸线新闻 文老师一周前辞职了 苦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向阿基 他朝我做了一个哭丧脸的表情 怎么会这样 美术课已经停课两周了 我这两周光顾着温叔 的确没怎么见过他 去阳台乘凉时 他家也是黑着灯 我以为他只是休息的早 下午开始考试 圈子发到手里 上面全是鬼话符 我满脑子都是文老师要辞职的事 基仔仔细 基仔答题答得很认真 漏了一半的卷子在外面 我的心开始打鼓 要抄吗 但我从来没作弊过 不抄 估计放学时 我又会被留下来补习 可是我只想快点去找他 我偷偷飘了一眼 杨老师他正在发呆 下定决心飘向基 基仔的答案 没想到基仔平时不怎么显眼 学习还挺厉害的 我正在奋笔疾书 睫毛被拍了一下 糟糕 被发现了 桌上被放了一张纸条 让我放学后去辅导室 放学后杨老师在辅导室里等着我 他对我作弊的事闭口不提 只让我留下来参加补习 补习的时候 我一直盯着手机 看着他发给我的消息 没有回复 没有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我轻轻敲了敲他们 他家的门没有人印 阳台上也黑着灯 我坐在门口 想着如果他现在不在家 而是在半夜回来的话 我应该能听到 一点 两点 窗外下起了雨 三点 四点 天快亮了 如果明天还是这样怎么办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会不会再也见不到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样 你要看这窗外发 能在想什么能到 自自盯着还是无法集中注意力 好惨 怎么办 又是什么东西帮我集中注意力 这么快就考试结果了 应该是让它能超到 然后不被发泄 应该是想办法让它作弊不被发现 这样对大家都好 要抄吗 但我从来没做过不抄 估计放学时我会被留下来补习 可是我只想快点去找它 它在发呆 下定决心我飘向鸡仔的答案 没想到鸡仔平时不怎么显眼 学习还挺厉害 考试时间很快结束了 我拿出习题集却没有心思看 我留下一张字条 放学后杨老师应该会出现在辅导室里 听我亲口说出自己考试作弊的事情 它环抱双手看着我的眼睛 为什么要作弊 因为卷子做不出来 它用咄咄逼人的眼神看着我 这道题不难啊 至少对你来说不难 我脑子现在很烂 而且晚上有事 害怕留下来补习 于是想不到 我一时想不到任何像样的话 便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杨老师 为什么我做不出题 为什么我不想补习 为了谁 我就是制服的裙子 没说话 不敢看他的眼睛 你们不是住邻居吗 想要想要什么时候见都可以啊 我我就是觉得必须马上要见到他 否则就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而杨老师却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真是羡慕年轻人 你知道吗 你那个叫第六感 他呀得了癌症 杨老师擦掉眼泪 是胃癌晚期 当我回过了神来 林生已经积述了 一切都很顺利 桌上被放了一张纸条 让我放学后去辅导室 放学后我硬邀来到辅导室 我知道不少高层学生 一切都承受着非同一般的心理压力 会主动找老师谈心的 全都估计是 全年级估计连十个手指都凑不满 不管怎么说 李文能想到主动找我 还是让我